今天一定要谈谈国泰 新鲜滚热 今早开市前 连同母企太股 第二大股东国行停牌 到中午出通告 一如之前的消息也是这样的说法 公布重组计划 全民中的白武士 原来是香港政府 今次总值390亿的重组计划 分三个部份 政府发行190亿元的优先股 和分离的认股权证 向现有股东以11股供7股 集资117亿元 供股价是4.68亿元 即是比较停牌之前 折养是46.9% 另外政府会提供78亿的过度贷款 即是可以即时提取去用 这个是否叫做一个较好的安排 始终一间300多亿的市值公司 要向市场运借195亿元 其实不是容易 由政府去注资 但你计算是不算一个正式的入股主 因为国附可以随时属回全部的优先股 港府持股要行使一个认股权证 同时又不需要更改 和现在主要股东国行之间的股东协议 因为国行有一个上限29.9%的协议 另外港府也只是派两名观察员 去过董事局会议 感觉上是否叫做最好的安排 独立性那边又好像没有减少 如果你计算国泰这个融资方案 我想市场上没有特别说哪个方案叫好一些 哪个方案为之差一些 其实国泰坦白说 他要做融资 他可以接纳的方案不多 祝尔你要明白 本身以现在航空业的状况 如果他这样去发债做 譬如债券甚至是票据走出去 那些息率都不知道会扯得多高 所以他没有办法可以做到正常的融资 所以他唯有是等所谓的一些白武士走进来 今次港府做了这个动作 用优先股的形式 我想会释除了国泰航空被政府化 甚至是先前怕它变国有化的忧虑 所以对于股东来说 我知道条款是辣的 一定是公股那些会公到散债 但是坦白说 郭泰如果不做事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只有一个门路就是倒闭 这样对于股东来说 起码少过一个所谓不明朗因素 对于香港政府或者市民来说 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是很投资市场地看的 我没有看到后面究竟是如何是红色资本 或者那种看法 但是对于郭泰来说 其实政府是迫着去救他 如果他一有什么债务上的default 你要知道其实他现在本身欠债的幅度 每间航空公司都是欠债欠得很厉害的 他会直接影响香港的金融系统 所以后面那段的想法上 大家可能要想得深入一点 其实我觉得今次的重组方案是迫着做 优惠当然不是很优惠 对于股东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至起码 看股价回来的表现 我用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会不会先消除了不明朗因素 未必一定会升 但是我觉得不会跌得太厉害 然后股息率又随着未属回优先股 而上升第四年是5厘的 第五年是7厘的 六年之后是9厘的 这个质大成本当然不算优惠 但是因为始终国泰很难找到政府以外的融资方法 所以你迫着可能的息率上也不算太低 这个息率 如果你计守三年来说 我觉得是正常水平 因为如果你 刚才说到 因为其实你无法比较 它都发不到债 现在冲到银行去问它借钱的话 银行都不知怎样借钱给你 坦白说 都算到你的数据是要倒闭的 所以它出什么股息率走出来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其实市场是迫着接受 当然你说第四五六年那些息率 就令到投资者会有少少觉得 需要不需要不贵 明明是自己有 都是政府 但是又这样挡 因为今次政府都要处理得很小心 第一 它第一次动用了库房 去入股一间私人公司 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其实你会牵起一些政治的风波 这个他们要想的 所以政府也要有少少在股东立场去看 帮香港市民 借还借 但是你都要给市场价 这是此其一 第二 我觉得反而之后 我会听着财政司司长 究竟他怎样去阅读 未来有什么公司 政府是需要做一些这样的 我们叫Bell-out 即是叫住资 郭泰我们知道在香港的地位 具足轻重 其他如果会有中资公司出事 或者怎样 未来香港政府是不会做事的呢 还有有些是半红色资本 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呢 怎样去界定呢 我想政府反而需要多一点的息率 我反而觉得郭泰这件事比较明朗化 真的有人教育 亦都预计了会做这样的公股 因为两三个礼拜前 新加坡航空已经做了一个大公股 其实条款辣起上来 折扬价很厉害 市场也预计了 稍后三点才会出来交代 但是我们从整个基本面来看 整个重组计划有390亿 是否可以解决中短期的资金需求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疫情之下 整个航运业差不多半停顿 首四个月计算 已经是亏了45亿 刚才他也说到2月以来 每个月的淨资金支出 大约是25至30亿 直至去年底 823亿借贷减额 以及根据之前的券商 大华益显的估计 计划 去新一轮的资金需求 是要有240亿 今次这一块钱可以帮到多少 暂时来说 短期的营运应该可以的 以及以现在疫情的状态 慢慢地恢复化 我想郭泰来说 快运之间的重叠 又或者它的重组 又好像内地航空局 有些阻拦 说它垄断 那些航线如何重组 后面之后 再看整个重组方案 可以省到多少成本 所以短线来说 起码延微资金国泰 应该会避过了 所谓避过了倒闭的问题 但后面那段 我看股价 在先前的股价 已经炒了8.8 不是一个最低位 究竟重组方案是怎样 又或者之后的前景上 我们都知道 其实环球的投资市场 都是在买进去的航空股 我觉得 怎样都会比起2月3月的时候 会好些 而且现在郭泰的股价 对于它们伏線 或者伏工来说 是相当敏感的 记得上个星期 其实他们将运力 由3%到5% 估计已经飙了10% 有时我们要想 在想法上 没错 公股对估计是有压力的 但是至少 叫做走出最坏的时间 这个要投资者 心脆清一点 否则你就会不明白 为什么今天那些蒙偶 信义玻璃会升 根本其实 你在看最差的情况 是历史的事情 股权当然摊薄了 对于股东来说 可能是局供 你看回自己的现时状况 但业务上 应该会开始好一点 因为近期的航空股 无论是外国也好 其实都明显有个声势 如果香港政府真的行使认股权 就会持有国泰6.08的股权 另外泰股持股量又会降低 国航、卡塔尔航空都会降低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外国的情况 政府都要持有当地最大的航空公司的一部分持股 其实这个是否都是大小的傻缺 因为本身 其实看谁有钱 但是国泰的定位 跟新加坡航空 甚至是卡塔尔航空 就这样计算 背景真的不同 它是英资背景太股 虽然太股的商业比较中资化 里面的文化都开始转 但是我想对于政府来说 其实它的选择是一种融资方案里 对于太股来说 省下部分成本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未必一定是这样行使它 在想法上 我想投资者不需要想到 之后股票会摊薄得很厉害